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要不累 玩遊戲不會累 大家好 我是香蕉哥哥 我是左左 我是耀耀 還有我 香蕉哥哥 左左右耀 今天我要分享一個 我最近最喜歡玩的書 我最喜歡看書了 這個是很特別的手指書 手指書 手指書 我知道了 我知道耀耀要給我們看什麼了 左左右耀 你們可以試試看 手指頭像這樣伸進去 這個手盒裡面 就可以開始講故事了 好特別的書 像這種好玩的手指書 可以訓練小朋友的 說故事能力 那香蕉哥哥 我們今天可以玩 跟手指有關的驚喜嗎 當然可以啊 今天我們要手腳並用 發揮創意 看我們的大手玩驚喜 Let's play 哇 地上鋪了一張好大的圖畫紙喔 對啊 今天我們要用泡泡紙來畫畫喔 那要怎麼畫 我們一般都會拿泡泡紙來做什麼 你看 撥撥撥 撥撥撥撥撥 用捲的最好 用捲的喔 那我跟你說 泡泡紙一般我們都會撥撥撥 或是把它包東西寄出去對不對 今天我們要把它綁在腳上 用來畫畫喔 要怎麼畫呢 首先你要用泡泡紙 做成襪子或是像靴子一樣 來左左右展示給大家看 你就把它沾好顏料 走到畫畫上 就會變成非常的好看 每一個畫畫 是不是都要有一個主題 我暑假很喜歡去海邊玩 那所以我們的主題要叫 海底世界 海邊說有海底世界 好耶 那兩個要選不一樣顏色 我幫你們準備海洋的顏色 有藍色跟綠色 誰要藍色 我 我要搭海底的水 海底的水 海洋 用綠色當海草 海草跟海洋 好 兩位準備好了嗎 好 那我們先請海洋出發 那我跟海草來這邊等 我要帶去 草那邊踩過去了 踩過去 踩過來 沾一沾 出發 踩 很冰耶 濕濕的 濕濕的 真的耶 好酷喔 也可以扭一扭 繞一圈嗎 反正你怎麼走呢 都可以發揮你自由的創意 還是要再多一點 看你自己覺得 自由創作 你覺得夠了嗎 再多一點點好了 再多一點點好了 還要再踩 有大大泡泡 蹦蹦蹦蹦 很好 好 交換位置 怎麼了 來 回來這邊坐好 踩一 踩在布上面也沒關係 好奇怪的感覺 海草呢 是長得什麼樣子呢 一條一條 一條一條 所以兩腳都要沾 走 下面全部都是海草 那你可以前進後退 前進後退的海草嗎 大泡泡好明顯 大泡泡很明顯 小泡泡也滿明顯的 我覺得 這樣好像還不夠 你們應該 再多一點不一樣的圖案 所以我準備了這個 你們看 這是做什麼的 裝水果 對 這就是裝水果的網子 我們用裝水果的網子 套在你們的腳上 看印出來的顏色或是圖案 會不會變不一樣好不好 所以要泡泡跟這個 要一起 這一隻可以套比較後面 好 好 下一位 我過去 我過來了 我要走了 好 出發 兩個人要同時 預備 開始 只能印在自己 剛才印的那邊 我印出來的圖案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嗎 是不是好像鬆餅 有點像鬆餅 好像很好吃 那你要不要一起 我要不要一起 那我也加入你們好不好 好 那我想到了 我今天就是 刷好黃色 來做海洋上面 像陽光的反射好了 好 我們一起做吧 妳看我的刷子刷了以後 好像玉米 超像的 好 我要滾 畫面越來越沒有顏色了 所以可以再沾一下 我們好像快要畫好了 是不是 有一種印象派的感覺 好厲害 可是總覺得好像少了什麼 螃蟹 螃蟹 蝦子 我知道了 就是住在海底的動物朋友們 對不對 對 既然剛才大家動完腳之後 現在我們要來動動手 好不好 好 所以幫你們準備了 大大的蓋手印 你們可以自由地選擇 自己喜歡什麼顏色 紫色 妳呢 紅色 那我們就用手 蓋在不一樣的地方 看等一下有什麼 不一樣的變化好不好 好 出發 GO 先拿著盤子好了 先拿著盤子 請出發 出發 這裡 有沒有白白的地方 可以看得更清楚 可不可以沾更多一點 讓妳的手那邊那邊可以 我的魚要躲在草叢裡 好 妳前面有個白白的 我看會不會很清楚 我看會不會很清楚 真的有你們的手 你的魚躲在草叢裡 好聰明的魚 我就不會被抓到了 妳就是每一個地方這樣 沾一沾 手去摸一摸就可以 就會很深了 會用在海中間的水 我們要不要試試看 兩手可以變怎麼樣 好 兩隻手看你們要擺成什麼形狀 都可以 在海底嗎 在海底或海洋上都可以 如果是螃蟹的話 妳怎麼知道我想做螃蟹 那我要 我覺得很像螃蟹 我們是朋友 那我放在這裡了 好 一 二 三 壓 壓 有像嗎 有 有 我們是雙色螃蟹 兩隻 好厲害 好厲害 那妳的呢 妳的好清楚 妳的 我也聽 妳看我的手 我們印了好多不一樣的圖案 對不對 等一下 再多一點裝飾 這個驚喜就快要完成了 我們在這手印上面 加一點裝飾就會更像了 那我現在來把這個 化成螃蟹 它螃蟹 大眼睛 它是飯糕的 它在翻跟斗 翻跟斗螃蟹 因為是盜子 螃蟹是不是有這個 因為 它是女生 它是男生 它 這邊有一個 它在求婚 在求婚喔 它的夾子對不對 這好像愛心 答對了 這就是螃蟹的大夾子 這樣像嗎 有點像愛心 然後笑嘻嘻 愛心 愛心嘴巴 可愛嗎 可愛 你們好厲害喔 這個海底世界真漂亮耶 我多想要跳進去游泳了 還有更厲害的呢 我們只要準備這些紙卡畫好的圖案 你看像是 你手上這個是什麼 龍蝦 蝦子 還有用這個魚 那這個魚是立體的是用什麼做的 海綿 對 用海綿做的魚 我們把它再裝飾一下 這幅畫就更完整喔 誰想要來貼啊 我 那我們數到三出發囉 一 二 三 出發 開始 一 魚 只要放上去之後 海底世界就越來越豐富了耶 他們都變了 越來越漂亮了 小烏龜要在下面嗎 烏龜在上面好了 在上面 好 嘿嘿 哇 這次的手腳剛硬化 好精采 好豐富喔 大家都創意十足耶 對啊 你們覺得好不好玩 好玩 我覺得超有趣的哦 那我們今天的大手玩精采 走囉 我們來比賽數看看幾隻魚 看誰可以先算出來 魚呢 魚呢 5 6 7 8 9 是海綿的 2海綿 海綿的 你再算9 6 6隻而已 5隻吧 3 4 5 6 可愛手指偶 需要的材料有 色紙 奇異筆 彩色筆 小手玩創意 今天的小手玩創意 用色紙教大家做出 可愛的動物手偶 那真的是用小手玩創意了 小小的手可以玩出很多創意 所以趕快拿一張 你喜歡的顏色 色紙 那我們現在呢 首先要把它對成 摺成三角形 再摺成三角形 先摺成三角形 很簡單吧 接下來就把這個三角形 旁邊的兩個尖尖的角 這兩邊往裡面摺 那記得摺過來的時候 你要讓這一條線 跟這一條線 兩條線是平行的 這樣摺下來的 那個三角形才會漂亮 記得要平行 好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摺進來 這樣啊 快一點 妳怎麼摺那麼快 另外一邊也摺進來 太聰明了吧 這樣嗎 對 另外一邊也摺進來 上哪一邊 那妳可以把它摺下來 看看有沒有在中間 有在中間就可以了 我也有在中間 上面的摺下來 你看它摺完以後呢 兩個都摺進來會變成一個五角形 再把上面這個地方摺下來 另外一邊也是 可以把另一邊摺下來 好 做好像這樣的時候 你們看 是不是常常看到這個東西 杯子 紙杯 去喝水的紙杯 對耶 來 飲水祭笛 倒進去 然後乾杯 乾杯 跟我喝水更健康 但是還沒有 要變成動物呢 我們要再把 這邊有摺的這兩邊 兩個這個角往內摺 這裡嗎 對 先摺一點點 摺一點點就好了 對 摺一點點像這樣 另外一邊妳看 這是尖尖的 那妳也可以把它往下摺 這樣像不像動物的肚子 那如果是尖尖的呢 就會像鼻子的中間 有沒有 像鼻子 那我要把它往裡面摺一點點 然後後面這邊要黏起來 準備了 像我們這個補橫膠帶 或是透明膠帶都可以 就把它黏住 黏住 黏一個就好了 那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才那個紙杯 裝水的地方有一個洞 在這裡 對 在這裡有一個洞 你就可以把你的手指頭放進去 對 這樣就可以套在手指頭上面了 就像動物一樣 手指套 有沒有 但是我們都還沒有畫東西對不對 對 怪怪的 沒有眼睛 沒有眼睛 沒有嘴巴 沒有臉 那現在就可以發揮創意了 每一個人就想一下 妳要畫什麼呢 那我們來問佐佐悠悠 妳想要畫什麼 我要畫狗狗 狗狗 我要畫媽咪 媽咪 我要小老鼠 那我來畫毛頭鷹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來畫畫了 好 在沒有折的那一邊就可以畫畫了 所以是這裡 對 然後你可以把有顏色的在上面 記得 有顏色的在上面這樣畫 這樣子手伸進去才會是正面 如果你畫反了 手就伸不進去 對 好 要記得 那我來畫毛頭鷹 毛頭鷹應該有大大的眼睛吧 對 我畫好媽咪的頭了 妳畫好媽咪的頭 這麼快 我覺得媽咪的肚子要穿衣服 穿衣服 要一點一點的 一點一點的衣服 大家都畫得很可愛耶 那我覺得貓頭鷹的眉毛要粗粗的 眼睛大大的 對 好大喔 而且貓頭鷹不是有個尖尖的嘴巴才對 畫好了 那我這個要折下來一點 那這裡可以壓下去當耳朵嗎 可以 妳好聰明喔 我都還沒有教妳妳就會了 我也畫好了耶 妳也畫好了 這次妳們動作都好快 對啊 好 我也畫好了 上面這個地方 妳就是可以把手指伸進去 讓它變立體之後 然後這邊用手指頭這樣壓下來 壓下來 你看它就會變尖尖的樣子 有沒有 要把最上面的地方壓下來 對 壓下去 對 就會變成尖尖的耳朵 對 我的是 綠貓頭鷹 綠貓頭鷹 妳的是什麼 橘貓咪 橘貓咪 那妳的是 我的是粉紅狗狗 它在手指上 我們就可以來玩遊戲了 就像這樣很簡單喔 綠貓頭鷹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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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橘貓咪蹲 橘貓咪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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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貓頭鷹蹲 玩 粉紅狗 粉紅狗 粉紅狗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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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綠貓頭鷹蹲 要變快了喔 綠貓頭鷹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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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紅狗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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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貓咪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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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玩 六八頭鷹 六八頭鷹 太快了 不是 不是 所以很好玩 所以名字不要舉太長 不然不好講對不對 還有一個玩法是 我們可以來故事接龍 今天的故事叫做 誰偷吃了我的布丁 是誰偷吃了我的布丁呢 是你嗎 貓頭鷹 貓頭鷹就 不是我 因為我晚上才出來 白天不見的布丁 不是我吃的 應該是他吧 不是我 我晚上在睡覺 那是誰 那你呢 不是我 我閉著眼睛看不到布丁在哪裡 那是誰啊 你問問是不是他 那是小老鼠吧 不是我啊 他說布丁是白天不見的 我是晚上才會去 去偷吃 沒有 不是我 不是你 不是 你看小老鼠的嘴巴旁邊 好像有殘留一點東西耶 對啊 沒有 你們看錯了 你們看錯了 結果不是他偷吃的 原來是 我忘記了 原來我把布丁放到冰箱裡面 今天好好玩呢 耶 我們的小手玩創意 HAPPY 手手腳腳玩挑戰 這我太難了吧 趕快來看看月亮姐姐要帶來什麼好玩的遊戲 Magic 我們今天就是要玩手指頭的遊戲 你們看 我的手指頭會變 彎彎 像嗎 彎彎 是狗狗 有像嗎 狗狗 你們來試試看會變什麼 胡蝶 胡蝶 那我是 這裡 那我是 黑 那 這是什麼 嗶嗶 不對 是帥氣的意思 我們大家都很有創意 那我們現在就把手指頭伸出來 一起來做暖身操囉 導播叔叔 請給我們Music 很厲害喔 要來動動手指頭 一加一 毛毛蟲 二加二 小白兔 三加三 小貓咪 四加四 小綿羊 兩個五 小老虎 五 兩個 五幫自己拍拍手 耶 好有趣喔 可以變好多不一樣的喔 耶 暖身完了 現在就要來挑戰囉 今天地鐵上有好多個彩色的圈圈喔 我們今天要來玩什麼呀 嘿嘿 我們今天要玩身體調色盤 我們要用身體的部位去貼在指定的顏色圈圈上喔 看起來好簡單喔 看起來很簡單喔 看起來很簡單 你們確定嗎 等一下試試看就知道了 那我們請阿屋關主來幫我們指定身體的部位還有顏色好了 好的 好 那我們先用屁股 屁股 屁股黏在紅色色 好的 屁股太大了借我一點 對 這樣要給... 很快都找到紅色了喔 你媽要給人家看是不是真的有紅色啊 有,有紅色 紅色 好 很好,那接下來呢 就要用單腳站立在藍色上 一隻腳喔 單腳喔 單腳喔 一定要跟他一起站 不能跌倒 因為只有三個而已啊 對,不能跌倒 很好,很好 好了,接下來就沒那麼簡單了 一隻手在黃色 黃色 一隻手在黃色 一隻腳在紫色 好了,成功了 你看我好舒服 你好舒服 你好舒服 你好誇張啊你 那現在阿屋關主要來出題了 好 直過剛才的練習呢 我相信大家的手腳筋骨都已經伸展開來了 現在我需要一名小助手 助手 我 選我 你用了選你 好 那就月亮姐姐當我的助手了 太好了 助手比較好不用這樣子做 那跟剛剛的玩法是一樣的 好 那現在要用 右手右腳 左手左腳 依序配對顏色喔 右手 月亮姐姐要麻煩你 直骰字 直骰字 好 OK的,沒問題 抽到什麼顏色 大家就要開始動作了 從右手開始嗎 右手右腳 首先是 右手 右手 咚咚咚咚 黃色 右手 右手 好,右手喔 很好 接下來是 右腳 右腳 請貼在 紅色 紅色 好像滿簡單的 好像會有一種四腳朝天的感覺 好了 接下來是 左手 左手 請找 右手 紅色 這樣子是不是 可以同一個 可以同一個 我是不同的 可是有點太簡單了 再來是 左腳 左腳囉 我希望來一個難一點的 讓你們劈腿 左腳這一腳 紫色 好 我們現在碰到 好難喔 好用 太難住了 就這樣起座 要起座 好不好 那你們願意繼續來挑戰嗎 願意 那換香蕉哥哥來出題好了 右手 右手 橘色 右腳 黃色 左手 綠色 然後 左腳 紫色 後面有一個 那邊有一個 不能動 然後還要再加更難的 頭在 藍色 頭在藍色 我們現在是頭在 好累喔 你們這個是瑜伽的姿勢了吧 頭在藍色 妳碰不到了 我掉 妳的手分開了 我的手分開了 怎麼辦 我躺下了 沒有辦法躺下了吧 最後好像是 那個 右腳贏了 右腳好厲害 好難喔 超軟Q的 其實左手 右腳都很厲害 今天的身體調色盤 根本就是專門為他們設計的遊戲 真的 你們覺得這個遊戲好不好玩 好玩 而且還可以很多人一起玩 真的 沒錯 電視機前的爸爸媽媽跟小朋友 也可以在家裡挑戰看看 小心不要打結了 對啊 全家一起動起來 就是要Play 玩遊戲不會累 拜拜 拜拜 大家參加了挑戰任何好玩的遊戲 好 一起來 橘色 左腳橘色 就是要Play 綠色 綠色 再來 右腳 黃色 還有一隻手 紫色 最後 好難喔 頭喔 頭什麼顏色 紅色 哈囉 我是月亮姐姐 你喜歡我們的影片嗎 記得按這裡的訂閱 就可以常常看到我們喔 另外還有很多更精采的節目 也都在這裡喔 再見